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可能吃的太油 或是有一些煮的不够熟 所以我之后自己都会小心 我不敢再去吃火锅了 因为怕会影响工作 最近古天乐有意将经典电视剧《寻情记》 开拍成电影版 更有意邀请原班人马再次合作 那就是说在电视剧里饰演秦始皇的林峰 也很大机会出演电影版咯 不知芊瑜比比对男友在电视剧中的表现 有什么评价呢 演得怎么样我忘了 因为太多年之前了 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 我还读小学的时候 所以我记得我跟我的同学都很喜欢看 还讨论这个电视剧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他很喜欢看 所以如果他们拍电影版的话 应该是很多粉丝吧 除了他也想看那个 他跟古天乐的合作都还蛮期待的 有传好友杨颖今年就会跟男友黄晓明结婚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芊瑜比比跟林峰公布喜讯呢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很替他开心 然后也蛮开心身边蛮多人结婚的 但是自己好像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这个阶段大家都觉得工作比较重要 所以如果有打算的话也会讲的 弱直千千的芊瑜比比 最近可说是频频受苦啊 除了在电影《夜问3》中有被打的戏份外 早前更病倒了 那男友林峰可有帮忙照顾啊 就叫我吃药吧 也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他也在忙 所以也没有办法说来探班 我开戏的时候出去跟他们吃麻辣火锅 然后吃得很开心 然后第二天就肠胃炎 因为可能吃得太油 或是有一些煮得不够熟 所以我之后自己都会小心 我不敢再去吃火锅了 因为怕会影响工作 最近古天乐有意将经典电视剧《群情记》 开拍成电影版 更有意邀请原班人马再次合作 那就是说在电视剧里饰演秦始皇的林峰 也很大机会出演电影版咯 不知千瑜比比对男友在电视剧中的表现 有什么评价呢 演得怎么样我忘了 因为太多年之前了 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还读小学的时候 所以我记得我跟我的同学都很喜欢看 还讨论这个电视剧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他很喜欢看 所以如果他们开电影版的话 应该是很多粉丝吧 除了他也想看那个 他跟古天乐的合作都还蛮期待的 有传好友杨颖 今年就会跟男友黄晓明结婚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千瑜比比跟林峰公布喜讯呢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很替他开心 然后也蛮开心 身边蛮多人结婚的 但是自己好像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这个阶段大家都觉得工作比较重要 所以如果有打算的话也会讲的 几十万人结婚